烧了12米的时候,遇到冷门了,它就继续下来,就冷却了。 冷却了一眼就变成一眼后,那么实际上这个如果是再自然排岩的话, 就用你的排岩窗在12米里上,其实它这时候已经不往上升了, 你再继续下来了,那你觉得这个自然排岩窗还有用吗?没有用。 所以就要求是机械了,机械就是给它一个注定,把它写住,是这么为止。 所以说,这个东西,首先我做机械排岩,对不对?我做机械排岩可能是对的,对吧? 但是如果你都自然排岩,那么肯定就有可能觉得,不太重。 所以,关于这个建筑的整个状态,这个建筑形态,我们就发现,就是, 就发现这些问题。 那么再看看,就是这个排岩部分,再看看我们的访练,需要访练吗? 就是看一看我们这些楼梯间,数一数,对吧? 从这个,我们还是从比较一层开始来,开始来。 然后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它是一号楼梯间,因为建筑做得比较气, 它楼梯间是应该比较好,我们防止楼梯。 那么,一号楼梯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个地方, 外窗座是可以开的,这是一层,到了二层, 这是一层,一层,是吧?直接从外,一号楼梯间,一上了,是吧? 直接有外窗了,到了二层,也是可以开外窗,是吧?一层二层。 然后,包括二号楼梯间也是一样的,那么,三号呀,四号楼梯间, 三号楼梯间,四号楼梯间,这些,它都可以开的。 所以,建筑在设置这个时候呢,你看,它就是楼梯间直接出来。 所以,这个,建筑就把它定义为是封闭楼梯间,封闭楼梯间。 封闭楼梯间,所以,对于封闭楼梯间来说,那么,我这个, 这可以是,不用对它采取任何方式, 因为它甚至可以有外窗户的。 因为我们的建筑层高不高,所以它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一般建筑,不是消防建筑。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就是我的所有的楼梯间,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在中间的, 包括这个在中间的,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门的。 啊,是有门的。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室外,是可以开外窗的。 这个都是,室外可以开外窗的,这边有外窗可以开得出来。 所以,所以这造成就是,就是它这个,都是不用加压窗户的。 其实,用不用加压窗户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意思。 就算加压窗户的话,我就是在这个,你看,像这个位置,这个有窗户,这个窗户当然是给站那样的。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多窗户,加压窗户就可以了。 其实计算的话也跟我们那个一样,就是拿推荐来的。 对,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商户这边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到了上面,就会发现,它有影院处处用房。 对吧? 所以,有外窗的,可以自然。 但是,电影院,电影院显然,它是属于人员密集长组,对吧? 然后,肯定是要做排列。 对吧? 而且,规范也是有规定的。 影院的规范上有规定,它就不是三百个平方。 有三十五个影院的排列吗? 对。 不,在建文中设计防火规范上也是有要求的。 对于影院的,其实你那本《技术措施》上也是有的。 就是影院它的排列,就不是说三百个平方才得不用排。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根据影院所在的楼层之有关。 根据影院所在的楼层之有关系。 看影院的成高,就是,它是这样的。 就是一到三层,四层,好像是四层之以上,就是要进行排列的。 就是要进行排列的情况。 然后,尽管是机械排列还是那个,也是要根据它的面移。 它好像是两百。 这个呢,就是我们具体的。 就要去搬它,搬它这个,搬它这个楼层上。 是有的。 它的影院,还有影院的它的地上,它的排列量, 也不是根据我们的六人四名人来说。 我们愿意有证明,就算。 那么它是,按欢喜次数,十三次和三面九十次将来取最大值。 是这样来的。 那么影院,也有大大小小小的观众。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来的。 其实影院,我们这个影院,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是一次主义处的。 实际上影院,还有国防通道,还有方向心。 影院的方向心,也是根据面移来的。 它是方向心,也是要做陪。 然后,做影院的时候,做空巢,才会有理解。 影院的空巢,相比较重要。 这样的就是,方向心,是要做同工人的地方。 它的方向心,是护压的。 因为方向心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有害人的一个体系。 然后,它就是方向心,然后要保护。 就方向心。 那么,这样一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想想,肯定是要分析了。 一个,三个方向,我们走到中庭。 对吧? 就要对它分裂进行地战,来发生旁边的分区。 对吧? 来进行地战。 那么,我们这个呢,这个的计算。 比如,很简单。 我这一个中庭。 我这一个中庭。 它是用一个三小匹的特性送区,符合房国权颜,来打算。 那么,我要计算我这个中庭的,来计算它的台颜。 那,中庭就是在我们的建筑设计房主规判上,是有一个关系。 在我们的建筑计房主规判上,是有具体的能够算的。 那么,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一万七千一方米的小区。 有这个呢? 超过它的这个中庭,那么要算四十。 不超过它的,是三六的。 就是它的体积算出来之后,不大于一万几千方的话,一方。 那么,我就要按到六十来算。 大于一万的话,就要按四十来算。 但是又有一个,我们可以这样算一算。 就是这样。 这样吧,我们还中庭算。 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中庭。 我们这个中庭,你看啊,它是跟下面联通的。 那我们看一看我们一层。 我们一层,我们打的就是在这上面打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下面打的。 这就是下面打的。 然后,我们量一下它的这个面积。 这个呢? 面积是,其实不大。 只有三十个平方。 对吧? 我们就算四十吧。 四十,然后。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层高。 它到这个顶上,不顶。 不顶的标高是二十二点八。 对吧? 那我们刚才说,它是从一层来打。 对不对? 对。 然后,到下面,二十二点八。 然后,它到上面其实是扩大了的。 到上面这个棚子是扩大的。 到了一层这个地方,它还是这么大。 到三层了。 现在,我们量一下它的体积。 它的面积。 这个面积就是四十三。 对吧? 四十三。 这样吧,我们就按。 我们按它的面积算四十三。 然后,高度是二十二点八。 对吧? 然后,那么就可以算出来体积了。 体积我们就跟这个来算。 体积的话,就面积乘以高度。 就是九百八十。 对吧? 这个体积是少的。 那我这个肯定是,要计算它有烟量的话,就要成六十了。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五千多的风量。 对不对? 五千多的风量。 然后,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五千多的风量。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它这个上边,上面这边是扩出来的。 一百三十种。 那我们自己就这个算的话,可能还要做两个相加。 体积上还不能这么算。 这个体积算准确还是比较重要。 对。 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上面这一层,这个动品。 到了上面,就是,它是多少呢? 这个是二十点八,也就是比较高。 然后它这个相当作一个造计一样的。 对吧? 二十点八。 这个就是,两米的高度上。 还有一个大造计。 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它这个是一百三十多年。 对。 一百三十多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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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了 我就把石灶面的棉子降上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其实对这个来说,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排烟量。 因为对于中屏来说,其实我们排烟的话,不需要在最高点排,对吧? 肯定是,就不需要在那个。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让它在侧面开了一个周, 在屋顶设计的排烟功。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这是计算。 那我刚才说的就是,关于它的现值的1万7的那个定义。 就是它的体力。 你看啊,如果1万7,我们就算一个,1万7乘6字。 是1020。 对。 如果1万7000, 1万7000,就应该按照正常的,就应该乘40,对不对?按照规范规定。 应该乘40。 那你发现,如果按照规范规定,1万7乘6字的话,我的排烟量是10万。 如果1万7,我乘40的话,我的排烟量是6万多。 所以规范规范有一个规范,如果它超过1万7,但是它有一个最小排烟量。 不太小一个。 不太小一个。 不太小一个不是钱啊。 那是走到的。 但是,那个,这个上面是有的。 你得翻过来看,就是在,台上里面有一个,有一个那个表格。 对吧? 一年二零零零。 对吧?一年二零零零。 就是10万两千嘛。对吧? 他不是小于人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也是规定的, 你只要答应他,你才最少赔量,不会小于人有钱。 这个也是从真诚上的合理经常。 在一般来说,实际上那么大,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的,不算是特别多。 然后,就对于这个,我们这个里面,一般来说,对于这种封闭的伏击样子,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开研的。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就是我的这个项目,我设计的都是设立开研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吴景,这个当地的工作, 他认为这个里面做封闭开研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封闭的,到这顶上去,也开不了。 到这个顶上,他觉得你也开不了自然牌严重。 所以,他就要求全部都加上。 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 这个,本来其实他都是可以开的,这个可以开的自然牌严重。 但是,我后来呢,还是觉得就是,按那个移。 移的拧条,就我刚才讲的,移,是可以设置。 移设置的机械来眼,还是给他设置这个机械来眼的。 包括下面,差不多穿出来的这些大手刀,我都是设置的。 这个,这个空间,对吧? 这个空间,对吧? 包括这个,包括这个附近。 这个上面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说到的意义。 实际上,像这个移赛的话,应该现在对你们来说,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这个移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其实,你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认识到的派的派人。 认识到的就是,规范上是有一个非常能视的。 就是,不管是商品也好,办公也好,还是认识到。 然后,也是根据最高的。 比如,加乎一个旁边,每个六十。 对吧? 加乎两个旁边,每个六十。 这样来算吧? 其实,中间的这个,这个来说,我们这样嘛,我们就按,用一尺的这个。 这个来算一个,我们来画一画。 这个视野词看看。 就是,那,防火分区。 首先,我们要看它的防火分区图。 对吧? 防火分区图。 建筑的这个防火分区图。 一层的,它是分了两个防火分区。 就是,这边一个手枪比,一样的。 一样的。 防火分区。 是一个防火分区。 那中间是用这个防火决链。 一个开笔。 这边写的是,这个是, 防火分区。 再去防火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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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建筑的平面上,就是用。 这个是用防火门。 这个是防火门。 这个地方,防火游口。 一层,商量入口,它就自然防火分区。 自然分开了。 自然分开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它是一个消防车道可以进来的。 消防车可以进来的。 自然分开。 到了二层这个地方, 它就是, 三小时的特急后, 防火决链打开了。 对吧? 这个也是, 到了二层这个上面也是, 它这个地方了。 三小时的防火决链, 把这个链打开了。 这边, 规律边。 这样一来, 就是说, 它每一层, 因为它面积很大了。 其实建筑也是有, 有规定防火分区面积的。 所以它也是这样的, 规定出来了。 那么, 我们, 这个防火分区的, 规定的, 它走高是多少。 那么, 这个位置到, 我们就开始在进行, 防火分区防火。 那么,防火分区防火, 其实还是一样的, 因为它也是, 捐成6120。 那么, 再看看, 它, 当然, 主要是要包含它内房间了, 对不对? 所以, 就是无床房间。 无床房间, 我们把它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可以看一看, 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 那么, 在一台那下面。 那個賽 有錯 這個上午錯 当然,它这个其实是化身的玛业兴训练 嗯 想一下,你看看它的这个面积 这个我是从,因为是从部队里面 所以它是部队,我看我的部队是一比多少 一比一百五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就算再部队点,因为我都部队是有比例的 比例的也是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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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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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用 它就加上了,就看我房间,330 那本其實是乎唷是110 513 30 310 310 210 511 110 6 110 那么,当证实际当中呢就是,我们在ykysel的时候,我们send一个环兴ape,ラッ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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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看一看 19.9.8 19.8.9.2 次单位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超过6米就没必要化房研分区了,所以我这个系统就不能够用。 因为我一个是化房研分区的系统,一个是不化房研分区的系统, 这就是我这个建筑形态,建筑的层高决定,我二层,一二两层甚至到地下一层超市, 我都可以共用系统,但是我到了三层,我都没办法共用。 所以实际上你看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对不对? 那么你到实际做工程的时候,肯定也是要有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的, 而不是说一个人认为所有的都是按照我这种来处理,对不对? 毕竟规范上它都有好多种说法,就我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做到了,那我到这边,我不用这个锭了。 这个道不是说,也许会觉得,哎,你浪费我的锭道,对不对? 这道不是,实际上不是浪费锭道,因为我确实是有需要的。 当然了,它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太有福过一样,就是它这个是个玻璃的, 玻璃的这个舌带,对不对?不是墙,然后它锭道也有玻璃,这是不对的。 这个地方应该是,它这一块的身上,就警告财演体的故事,全场了。 那么波里面的两位以前还是有限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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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我们先把一二层的这个,我们三层的这个,它是光用的, 那么还是一二层,这个走道的财演。 OK。 没什么,这个。 那么,我们,我们这时候算,算这个系统。 那我发分两个防疫情绪。 一个防疫情绪算出来是1980,但是我下面这个,一层这个防疫情绪, 算出来。 这个是2万,2万多,对吧? 那么,我这个系统最大的,在物件上,我们来找物件数的。 这个系统最大的,这个防疫情绪。 这个。 啊。 我们是要根据这个来的。 根据这个来的。 当然它还有一个,就是,呃,一下的这一块的,一下一层的,这个防疫情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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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大。 对吧。 这样来,这样来判定,判定我这个,要用,要用多大的一个顶。 方经过来判定。 这个能够的。 这个要是不得了。 3应成没有用这个。 嗯。 这个它没有共用。 所以这个是小的。 但是这边是共用的。 那我们实际上在画这个系统图的时候,是可以看到出来。 比如我这个SAMPULATE走到排烟 然后背一下这个 固定设备,看到吗?这个设备变好 SEIF13,对吧? 13找这个排烟系统呢?就要找13的这个 这是8,那可能在房东西用2 13果真,就是2层的 2层的,那么我们算到地下一层的这个有一个2046 最大,那么最大房源分区就是2倍了,对吧? 就是2倍,那么就是2046层 那么我们这个呢,是在选系统的时候呢,选风机的时候 它没那么正好,所以选的是一个4188 但是这个,这个是没有,走到的排烟是没有考虑,不会考虑它什么意见 就是露风啊什么的,我会考虑理解你的基础 那你不要考虑理解你的基础 那你不要考虑理解你的基础 对,然后最后你选风机的时候 这是这个,那么这个设备 其实它就比较简单,对吧? 那么这个我算好了 那么我这一块的房源,排烟解决了 那么这一块的排烟呢?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的基础 也是一样的化房源分区 比如它是多大,量一量,算出来 那么我们已经量了,算出来了 就是它这个地方 它一共设四个,三个房源分区 一个,两个,三个,三个 那么最大的就是这个,两万两千多 但是再看一看,它这个其实跟下面是公用的 公用的,公用的 我们要把下面的一个一个都要排出来 然后最大的就是多少 它这个大的,它这个上面你看 它这个这一块,这个是在这个电视镜头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最大的,你看 它有三大人 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看一看它这个 台烟,在这个地方 到屋顶上去之后,这个是 一轴 二轴 到屋顶设定上去 二轴 一轴 它这个十六万 那么也就是说 它其实满足的,还是最大房源分区的 最大房源分区的 应该是怎么说呢?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我这个防火分区 这个排烟啊,防源分区的这个 我怎么管 比如,我现在所管到的是 商业的很多地下 管了好几个房源分区,对吧?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是SERF11 我们看这个 十一的 九 十一的 十一,对吧? 你看啊,它带的房源分区 从地上开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九个,十个 十一,十二,十三 对吧? 带了十三个房源分区 那么,我这个 它的排烟量呢,首先 我以最大房源分区的两倍 来选 风机 那么,其实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 这个风机 可以排两个房源分区 可以保证它两个房源分区同时做活 那两个造火点 不是两个造火点 造火点 当时一会烧,是保证 我不是换了很多房源分区吗? 我这个房源分区 着火了,我就要开这个房源分区 对不对?那个房源分区着火了,就开那个房源分区 对吧? 我现在是三个房源分区,对不对? 我保证 我只满足两个房源分区 着火了,我就在那排烟 第三个,怎么办?不完 规范上是 怎么规定的?但当然 就是说,你从一次着火上来说 你的着火点 整个哪里层层烧起来 弄机率高不高?不高 那么我保证 用最大的房源分区来算 就是,不管你哪个 你最大哪个,我最大都满足 小的那种,我肯定满足你 当然,其实我们在画上这个时候呢 就是,除非一些特别情况 因为建筑本身形态 常规来说,我们都希望 画上的这个房源分区的大小啊 这个房源分区 一是并好 不要测点,差点测点 别说,这一个房源分区 我可以够排那个房源分区两个了 那这个建筑也太好 对吧?我要排的小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有点困难 就会风速超啊 那个口子,风口的风口 因为我们规范是有规定的 虽然说,排烟口子 这个风速是有限制的 反正你去看看,它那个是 对吧? 对 有的规范上是 黑的 现在都只是 好像是 你给我看看这个 因为我没带那个规范 那个是管道 还有风口 对 风口也是有要求的 有要求的 所以 你这边不是有吗? 有剧院的 很好 有剧院的 单位排烟量是90 是3次 看 而是取量的这种大质 这个 这个排烟呢 当然 是有那个 就是 当然 这个 你说这个排烟 达于722 这个 风口的 风速在 之前的这个 什么是有 这个排烟 对 那 鸡叶虾 中方不宜达于7米 排烟口不宜达于10米 对吧 这个呢 这个可能 好像是听他们讲 这是新规范 新的规范 可能是 不再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09年的 这个是基础措施嘛 就是 新的规范 可能对于这个 限制可能就要求 要不讲那个 要求要延延延 对 所以像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 沾出了这么多方言 就是 就是 都是要 满足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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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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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面 这边算是就可以 也可以了 但是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的建筑 因为建筑的这边 它撑起不起 撑起不起 有时候 他可能连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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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设 防火卷连 他都 我也有说 看 这种 楼梯 楼梯的话 当然 不计就要做防火卷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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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家序 国家序 为什么要 这个 当然 这个其实是 建筑的 那就是 我们其实也是 大家要知道 它知道的 为什么 因为 它是防火 因为它这个 扶梯是不可以作为 舒散的 对吧 那么 舒散只有用途 是先人 扶梯是先人 对 防火的时候 人 嗯 不跑了 常规我都是跑 扶梯的呀 扶火了 我也是忘了那时候 神经上扶梯他 没有舒散 所以就不需要把它炸 炸掉之后 炸掉之后 不是担心 如果有人 正好在土地上 被炸掉怎么办 那么它有两个 条件 一个是 卷连炸下来 其实是有严肆的 就是 这个 就像我们那边 这个卷连 它不是 一着火了 它就立马要炸下来 其实它是有个丰富过程的 慢慢往下 扶梯 你能炒你 出出去 第二个就是 卷连上有些 有的卷连 它不容易大 它是带防火城的 就是 你是可以 就算打电门 是可以出门出来的 然后 很多这个 卷连炸出的这个 这个楼梯间 那样 它就有的 就不排炎 比如 层高高度不高的 我不操杀你 只有一层两层的 对吧 可能也就是十米都不到的 那么 这种 腹连 叫的就是 不管它 也不炸了 要么 炸出来 就让它作为一个封闭的东西 反正 烧火灯里面 它也爆在里面 而我们卷连也都是来活好一个东西 对 所以也没有关系 其实 炸下来之后 它没有空气 没有燃料 对 因为你不认识 这个是一个通过的 一切通道 它其实没有燃烧的这个原材料 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是这么个问题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 这边我们就是按照三个方言 方言分区来的 这个你看看 我们这个面积都是两千 两万多 如果你再把它分得太细 你发现 炸下来之后 这边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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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到上场里面去 你一看 对 都是这个炸下来之后 对吧 炸下来之后 这个都是 十来本一个 十来本一个 这些太密集了 密集了其实不好 但是不要分担了 我的问题这样也能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 当初呢 其实我们也有个想 这三个方言分区 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两个 那你想一想就算 对不对 三个方言分区分成两个的话 那样 烟量初步三万了 那又搞砸了 对不对 所以 想想还是分成三个 实际做的时候 其实这东西是 灵活的 对不对 就看你的 就是有你的身体 就是有你的身体 不是那么非常直伴的 对 然后 同样的道理 就是 这个 你一定可以这样 就是我觉得 反正我们的时间还是 还是有的 我想 你就把 你就把 把上面给删了 你觉得从你设计来说的话 你不是有 我靠给你这个 对 你把上面的这个先删掉 然后从你自己的那边出发 然后你试试看 试试看就是 你自己 你自己画的话 你会整画 然后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 我们可以探讨 然后我也就类似一下 再做一遍的时候 我们俩 可以 可以 可以这样 然后 然后 哪些是要做到位的 哪些是不用美的的 就是把它翻掉 就是 留在这些的语图 你打印随必须 我还是翻掉 然后 然后就用红件画一画看看 就把它翻掉 你看看它那个是什么 有什么设计 对 黄黑这一块 就是整个公司 其实 现在很紧的 对 现在 现在 消防的话 对啊 消防谁都弄得到 我们 我们一般看图 整图 也都是 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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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别人 我们 可以 采用这种 方式 就是 哇 这个箭图讲一半 然后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我们这里 做做 试试看这种 试试看这种 然后 关于这个怎么弄 怎么弄 后面的这一半 是怎么做的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有一些 推举一半三分 这种 这种 情况在里面 对吧 对吧 试试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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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拿了这个 之后 就是 拿了这个 首先 也是 其实我们 拿了箭图 开始画图的时候 也是要把箭图整理一下 因为 所有的这个 都整理一下 对吧 对 整理一下 然后看看 看看什么 我们那个 当然 刚开始是要 复合一下 我给建筑图的资料 它是不是在我的 这个 是不是满足我的要求 对吧 然后 然后 我们刚开始的意见就是 就是 就是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希望 希望 这边做一个 做一套系统 就免得管子真的很长 对吧 这边做一套系统 那么 我们看 这边一个排眼镜 够用完了 这边一个排眼镜 OK 还是可以的 我这个里面做 是吧 然后下面这边 再找一找 我这边有没有排眼镜 对吧 我找个排眼镜出来 找 就是 它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这个排眼镜 还是可以的 这边也有个排眼镜 然后我想想要把这边两边一边一样 可以了 把这边都要除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对于这个建筑 把它所有的都棱出来 棱出来 还要化成它的 有窗 那边是最外的 这个是最内的 最内的 它有无床房间 对吧 这个无床房间 室内的无床房间 我把它全部都散进去 有的是有窗的 主要是有窗的就不要散 对 无窗的就不要散 有窗的就不要散 然后你去看一看 建筑的一般来说 当然我们是处理好的建筑基础 处理好的 其实你看那些没处理好的 它就会比较阴了人 你看我们这个 这是一层 这是一层 一层的是吧 这边这个商户不算无窗户 因为它有窗户 明天开了窗户 OK就可以了 我这边就不要散这个方面 但是这边是算外面的 但这间房间就要散了 这间房间 对不对 无窗房间 这开的是 这边的是这个 橱柜的窗户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商户 这个也是这个无窗房间 这也是个无窗房间 那这边就是有外围的 对不对 那你就要考虑清楚 就是把这些无窗房间都要散进去 走到无窗房间的密集 都要散上 散上之后看看 你觉得是什么 你觉得像是你来算 算的话有下来吗 算的我没有想 就是 现在好像没有想 然后把那个就是 现在画手上更清楚的是那个 一直来应该 好像是这样的对付 画手上更清楚 画也可以画 画也可以画 那 那提于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 那你就按照这个划分出来 对吧 划分出来 其实我们划出来 像这个我们就划了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房页分区 对吧 三个房页分区 当然在做培研的时候 我们毕竟还有一个东西 不能忽略的 但这个当然实际上很好做 因为你划钱管 就是你的培研口哨 最远点的距离 然后就是小于三十米 然后其实最远点怎么算 这个还是有点那个 你知道你这个 这边要折得到 就人数在哪 对吧 然后出来 出来 然后 这样 这个 要得三十米 你看 像我 像这个 这个是二十九母子 这个其实就有点危险 但是 其实对我来说 做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做到是很简单的事情 当然这个体系 已经是 已经是最远点了 已经是最远点了 也是满足的 也是满足的 一般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的话 可能就没有了 长度应该是 十七 因为 好 刚才算是内 内 就是说 实际长度的话 就是 我一般 我的习惯上 我的习惯上 就是 这个 长度上 一般人说 我都习惯 空气在二十五米以内 因为 万一 你娘 或者是 你娘 你娘 要再打一个 多老板 对吧 对吧 这个实际上 你就是 自己不要 量一量 不要弄 不要去搞得 到最后 因为 这个 长度的问题 你去印象 你的 这个 整个 整个 对吧 这个就没 一样 那么 像这个 对于 这个 排烟 排烟这一块 应该来说 没有任何 障碍 对吧 对吧 这个的话 这个 排烟 排烟 一层二层 是一样的 那么 等会 我们可以去 升级一下 然后 再讲 这个 三层 因为它是超过六米的 它们不分 完颜分析 那么 那么 它的 排烟 怎么做 其实 它是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然后 包括 这一样的 排烟 怎么算 其实 也是有一个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看看 后面 怎么来的 我之前看书 看书上 能有实际的那种参照 你肯定要拿一个实际的东西画一画 其实最好的就是 我画了一半 我做一半 然后你趁着你做一半 就是蛮好的 因为你们讲 养了之后 这就比较 是比较 清晰的 但是我觉得 是这样 我等会给你们的一个作业体验 一个后面做的 不是这个商品 是另外一个商品 然后 也是在当地的 也是五地的 我要特地考虑也是五地的 但是建筑类庭的类似 也是一个不懂 多层的商品 商品来的 但是它又是套到一个高层里面的 所以 难度的 这个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其实 到底是一样的 就算是高威 可以是非常 对吧 你也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